我国司法体系中的第三高职 马来亚大法官的职位悬空多时 律师公会今天敦促立即委任新任马来亚大法官 不宜再托迟 原任大法官丹斯里·穆哈默·扎比丁 在2月29号荣休后 这个职位就一直由上诉庭主席 丹斯里·阿邦·伊斯坦达暂待 穆哈默依自理认为 这个关键职位长期悬空 可能会削弱公众对于司法稳定的信任 上诉庭主席和马来亚大法官这两个职位 理应是独立的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 关注法院系统的不同层级 穆哈默依自理指出 马来亚大法官并非一个象征 而是在高等法院的管理中 肩负许多重要职能 他相信我国司法领域中 肯定有许多拥有足够经验 以及符合资格的人选 能够挑起这个重担 早前曾经有传闻指出 总检察长纳都阿莫特里鲁丁 将会出任大法官一职 不过这个职位至今仍然悬空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